大家好我是小燕 上期收到了3000出头的iPhone14 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我说的都是幌子 跟到我们好好解释一下 今年的iPhone14系列 美版的已经改为虚拟卡后 那么美版14系列 已经不能彻底的在国内正常使用了 要想使用只能拆机装上卡槽 这份14系列的报价表为例 价格已经低到了3K多了 这也是iPhone首次外版手机的大掉价 iPhone14系列美版的手机 没有开通卡槽 这仅仅是个游戏机 至于改卡槽嘛 目前来说 拆过的手机90%的人都不会接受 换作是你 你愿意花大几千入手一台 拆过主板改卡槽的手机吗 这么一说 很多人就非常理智了 如果大家只会被低价的产品 所蒙蔽双眼 那么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就只有花枪杯了 你要是没有十足的经验 那种地方你还真别去啊 今天我准备过去挑上几台 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的华翔北人流量也并不是说特别多 这家档口都是国行的 之前合作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信得过它这边的质量 接下来就打价格战了 最终我拿了5台国行的256G内存 电池都有在90以上的 确认是全原装未拆修的 那么机矿一切都过关 一次拿了几台手机 老板也是非常的爽快 给我比市场行情每台少了200 太给我面子了 一共转了34250 准备回家的时候 半路发现这家的XR还是挺不错的 想着挑几台给粉丝当个备用机 没想到橙色嘛 并不是我想要的 你看这台没仔细看的话呢 就觉得挺不错的 但是还是被我发现屏幕呢 有个白点把屏幕调到最亮就可以看出来了 但使用的话呢 倒是一点都不影响 这台呢老化的就有点严重了 屏幕边框的话呢 有水印的样子 最后呢我就拿了两台iPhone XR 毕竟这么多年的手机也尽量要挑好一点的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收获 首先是远丰兰国行的iPhone 13 Pro Max 这是一台99新的橙色 双卡双待的256G的内存 电池还有92 燕机报告都是全绿的 6850拿回来的 我认为这种橙色呢 还是对得起它这个价的 这台石墨灰也是13PM 同样是国行双卡的256G 电池电效呢有93% 这台外观呢 这里有点小颗 但是其他的地方还是保护的很新的 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台呢也是一样的价格 6850拿回来的 还有三台呢 机框都差不多就不一一展示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台iPhone XR是怎么样的 这台黑色的是美版的128G 整体的外观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发布了这么多年的手机嘛 所以外观呢还是有点小花的 但也不严重 当口老板呢给我17张半拿回来的 这台黄色的呢是国行双卡双待的 也是一样128G的内存 这台外观就保护的很好了 颜色呢也是看起来非常有活力 电效率有88%也算不错了 一样17张半拿回来的 你们认为这两款机型小页有没有看左眼呢 有什么想法的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处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